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丁丑勿生已有丁汉 他是在说 他的这个八字 几乎在十二长生里面都是使目觉台阳 这一种情况 然后他的大运也是一样的状况 这样子他的明明是不是很差 各位 很多人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学八字 然后会自己去下自己 在五行派来讲 他绝对不看这种东西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过这十二长生 简单的讲 例如死胎 你要怎么讲 他就只有在胎而已 他其他都没有 都没有经历过 他就不见了 所以各位 并不是世间万物 都会经历过这十二长生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五行派他是不看这种东西的 所以像这一种东西 你就把他擦掉 五行派看这种东西 他一切回归到五行流通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以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他的本命 我们可以知道 火来生土 那他的第一支是土生金生水 他现在进入的是庚序大运 所以我们会知道他进入庚序大运 他会变成什么 火生土生庚金 但是他会克隐 所以他这个运会是一个日主受克的情况 日主受克的情况 我们就会知道 不管是在各个方面 其实都会不怎么样 好的 感受不到 坏的感受特别深 所以这一边来讲 是因为他的一个五行流通 他是出了问题 然后 你再看他往后 往后这一个就没有问题了 他的官运就会不错 然后 他本身 你看 他的财运 也算是ok的 后面 这边也是一样 土生金来生水 不会太差 到这里 丁壬一合 丁壬一合以后 他没有官运 他没有官运 地支只丑在合 所以他连财运都消失 所以他会有两柱 来讲算是低潮 这一柱 还有这一柱 征序大运跟任子大运 他算是低潮 然后回丑 勿归一合 没有什么 然后地支来讲 他的一个财心 官心都特别特别旺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来讲 这一柱日主受克 这一柱 子丑合他的财心不见 但是他的官心依旧存在 所以这个八字有很差吗 其实严格来讲并不算差 严格来讲并不算差 所以 请各位要了解 不要用这一些东西来自己下自己 而是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 你去判断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并没有到自己所想的那么差 只是刚好我们人生有起伏 有高有低 他的现在的一个运程刚好是处在日主受克 而且看最近这几年薪酬 庚职是不是刚刚好更加重 这一种情况 明年任寅也是一样 丁任和土生金还是一样课 所以其实基本上最近这几年 他的一个日主受克都是没有减缓的 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一块的时候 就不要自己再吓自己 而是要去了解说 我现在是在低潮 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 像这一种的 他可以用什么 他可以用 木 他可以用火 用水是没有效的 因为物魁和 丁任和 所以他可以用火 他可以用木来帮生 所以木火会是他现在最好的一个洗击用水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的时候 当你了解的时候 一切还是回归到五行流通 并不是看什么十二长生 自己再吓自己 这样子很有可能就算是好命 你也因为自己放弃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又再见 拜拜